跟着游戏画面闪避不环保的障碍物 体感互动跑步挑战赛考验反应力 线上永续森林游戏中树还能抽大奖 趣味设计鼓励民众加入跑步植树运动 气候行动博览会惊恐业者展区设计愁用心 所以在现场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有一个跑道的设计 就好像是把Rumpel Green视觉化欢乐化 跑步植树的计划我们有建制了一个平台 那跑者就可以到我们平台上面认领他们所想要种的树 已经在全台湾七个县市种下七万多棵树 那未来也希望在五年内可以种满十万棵树 是如何推动实现这个低碳营运的部分呢 和人气KOL展开气候对话论坛 以生活小事地球大事为主题 响应低碳生活企业也善尽社会责任 在金融面的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资金的力量能够协助产业 还有协助企业低碳转型 而在生活还有社会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希望透过我们非金融的一个努力 来影响民众 未来计划会在2040年前 在我们全球的营业据点都使用再生能源 企业发挥影响力加速实践净碳排 和永续生活目标 为爱地球尽一份心力 307万股高速与传雅台北采访报道